大家好,我們來到了奧斯路的機場 奧斯路,我們如何退稅 首先大巴士抵達的話 大致上會是在2號的入口處 這個地方是最方便的唷 大巴士普遍會在中央分隔島的這個地方 放你下車 下車以後,您就走過來看是3號 或者說是2號的入口處 我們走到裡面就可以找到退稅公司唷 Let's go 好,我們就走到裡面去了 如果從2號的入口走進來的話 走到內部 在左手邊是屬於1號到3號的辦理櫃台 右手邊是4號到10號的辦理櫃台 好,那我們在奧斯路的一個退稅 全部都是在外部辦理 那基本上很少會有海關 大致上都會在退稅公司處理完全部的手續 全部的退稅程序請在外部處理完 內部他就沒退稅公司 如果你需要把東西帶上手提的話 到你退稅完以後 你再把它額外拿出來或拿在手上 第一步驟的話,我們如果要找地球籃跟星球 它是屬於不同的地方 如果是地球籃的話 請各位要往1號到3號的櫃台這個地方走 如果是星球的話要往4號到10號的方向的地方走 所以我們先來去看看地球籃的位置在哪邊 基本上走進來以後 往左邊 慢慢的看一下左後方的櫃台就可以看到地球籃了 有場的櫃台就在這個地方 找到一區的位置 一區的位置我們再慢慢的看它的對面 藍色區塊就是屬於地球籃 所以我們基本上就在地球籃這個地方退稅 在這邊都可以現場過卡的 然後信用卡也可以直接過卡的 那普遍地球籃它辦理的話這邊都很簡單 你只需要準備好你的稅單 還有電子機票 然後信用卡 退稅的東西稍微帶著 但普遍它檢查的機率是比較低沒那麼高 但是建議你還是帶著 所以第一個步驟我們抵達到奧斯路機場的話 都是先辦理退稅 先請先辦理退稅 辦完全部的退稅手續以後 再去準備 拿登記證 還有拖運行李喔 所以到地球籃這個地方的話 準備好上述的幾樣東西以後 可以現場過卡 現場過信用卡 不用填卡號 大致上它會直接入帳 也不收取手續費 那因為它這邊大致上退的是挪威貨幣 所以都不建議你拿什麼現金啊 基本上都退信用卡是最為方便的 而且它又可以現場過卡 所以大致上都會進去喔 那我們再去看星球的地方 哪邊退稅吧 星球的退稅的話 就要往4號跟10號的方向走 可以講大致上是要走到底部囉 底部囉 來我們去看看星球的位置在哪邊 Let's go 稍微看一下在左側的話 就是屬於你拿到登記證 以後要搭機安檢的位置了 Departure只要刷著登記證 這邊就可以進去了 這邊就可以進去了 接一下 好走到8號走到底這個位置 稍微看一下右側 右側這個就是星球的退稅公司 普遍的人都是會比較少一點 所以建議如果你睡單多的話 可以先來這個地方排再去慢慢等地球啦 那如果你是中午時間或比較早的時間 他們有時候可能去休息一下或上洗酒間 就稍微等待一下他就會回來了 在星球這個地方退稅的話 一樣準備好你退稅的東西 信用卡還有你的睡單跟護照 你就準備好電子機票就可以了 來到這個地方退稅 退稅的時候他可以直接現場過卡 我們一樣退到信用卡就可以了 那他補片有時候星球他可能會比較細心一些啦 他可能就會要求你也必須要把你的信用卡卡號給填上去 那我還是會建議你不一定要先填啦 現場他真的要叫你填的時候 在快速的了解可能會有這個步驟 快速的準備好一次筆 趕快把它給填上去你的信用卡卡號 然後馬上遞交給他 這樣子程序也就蠻快的囉 在奧斯陸退稅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說地球欄跟星球的話 它是分別是兩邊的不同地方 所以你有兩家退稅公司的時候 可能要走比較遠 分別就是機場的 你可以說走到底的10號跟另外一個是1號 所以再記得喔 地球欄的話是位於在1號櫃台的位置 然後如果是星球的話 位於底部將近是10號櫃台的一個地方 祝你退稅順利囉 在奧斯陸的話等一下我們就掃描登記證 就直接進到內部開始過安檢了 安檢完以後的話就進到內部了 開始是屬於商店區 這邊你就可以開始走一走逛一逛了 內部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多的店鋪 我普遍都是零食餅乾雜貨 不吃吃喝喝 沒什麼精品店了 安檢完以後 除了一些國內班機 就是逛逛剛剛那區塊 沒有什麼東西以外 那我們通常非國際段的 基本上就要來到這個區塊 International區 才算是真正離開北歐囉 所以通過International以後 進到這個地方 才算是真正的免確區塊了 那這個地方你就可以看看 有沒有你要的東西了 奧斯如果是國際區的話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太大的牌子 Polo啊 Boss啊 一些的小店鋪 在國際區的話 他這邊如果要去貴賓市的話 他也找得到一些Rounge的地方 或者說國際區的EFG區的這邊 他也有星巴克 他普遍比較有東西逛的 也是在EFG區 他普遍都還是屬於吃吃喝喝 或者說是免稅區塊的這些 巧克力餅乾之類的 那大致上在EFG區的店家 基本上也都不多 都是真的以吃吃喝喝為主 也沒什麼大的品牌 只有小紀念品 什麼的HH啊 什麼的機能性衣服 都沒有在賣囉 裡面純粹就是 以上小商店為主 水的話 基本上是水龍頭裝水 不然就額外要買水了 在這邊一進的話 還是要排隊戴護照 所以請必須要接照 那請都要預留 一個小時左右排通關喔 如果是在這個奧石路 你是準備要離境的人 記得要提早排隊 大致上都會從這個地方 蓋完護照以後 進來才是真正的 我們說國際的一個區塊了 那這個區塊就沒有賣什麼東西了 普遍就都是直接前往登機門 在國際區的話 大致上在一些的洗手台的附近 洗手間的附近 它這邊就有飲水的機器 你可以裝水 所以你可以在洗手間附近 找到這個飲用水 你在閘口26號這附近的洗手間 這邊可以找到裝水的飲水機台 好那大致上的話 我們在北歐的退稅的話 如果退完稅進到內部的話 建議都還是留一個小時 尤其是中午的班機 或晚上的班機的話 他們如果要吃飯的話 通常都會排滿久的喔 所以人手也會比較少一點 所以在挪威這個地方 你要臨近的話 首先先辦退稅 辦完退稅以後 再去拿你的登機證 登機證結束以後 就是過安檢 過安檢以後 才過移民關 但是真的有的比較好逛的話 就在移民關之前 但是你真的要預留一下 大致上要30到40分鐘 至少這樣的時間通關喔 免得你沒有趕上飛機 祝你退稅順利 我們挪威見 掰 如果抵達到奧斯路機場的話 一出來 反正你就往兩側 最兩側的地方 都會有上方的 手扶梯 或者說是電梯 從這個地方 跟司機聯絡 我們在departure程 搭 車 那大致上的話 就搭到二樓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往中間或兩側的地方 反正你找到電梯 你就直接搭 或者說手扶梯 就上去到出發程 要找大巴士的話 直接到出發程 請團體搭到二樓 抵達到奧斯路的話 我們就請司機 在departure的地方等 基本上請搭到二樓的位置 電梯出來後 只要找任何的一個出口 然後 就可以找到大巴士了 來 就如同走出去以後 外面這個地方 就是大巴士 你可以看 下方這個地方 都還是剛剛你行李轉盤的地方 然後會從旁邊的地方走出來 那隨便一個地方 你只需要走到上方的出進層 出進層 走出來以後 基本上還是建議您 走出來 稍微看一下外面的號碼 外面的號碼 大致上 以二號跟三號 就是巴士司機 他所接車的位置 所以在奧斯路找車的話 最方便就是 請司機開到 departure的地方 出發程 他正常就會直接 停在這一個區塊 這個地方 是巴士的停車點 三號 或者說是二號 這之間就是 接車的位置喔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幫我按下訂閱唷